甲状腺节节在生活中还是很常见的 其实这跟平时的饮食和生活作息有很大关系 如果不好好调理的话 对身体还是会产生影响的 那大家可以试着尝试三种食物 第一种蒲公英根 蒲公英根大家都很熟悉 它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 有消肿散结 清热解毒的功效 经常泡水喝 可以帮助缓解和预防甲状腺节节 第二种冬瓜 冬瓜是常见的蔬菜 其中富含膳食纤维 维生素和多种微量元素 有消肿利尿的作用 经常吃一些冬瓜 能帮身体排毒滋养甲状腺 能改善甲状腺节节的情况 第三种芋头 芋头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 有消肿止痛的作用 那经常吃一些 可以抑制节节增长 能帮助保护甲状腺健康 好了 今天就落这些吧 我们下来的 芋头 这些